今天是12月14号 我没记错的话 14号或15号 反正是星期三 上表演课的路上 是第六次的表演课 但是事实上是我的第五次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星期一的那个早上 凌晨三点多 我的店被坏了 砸破玻璃进来偷了东西 好 所以我星期一早 我就去店里处理这些事情了 然后乱七八糟就上不了课 请个假 拍了可能卡住了 所以我就不得不错过了 星期一的那堂课 然后今天是事实上的第六节课 但我实际上的第五节课 然后现在在路上 刚刚阳光好强 慢慢越来好上这个课 就是越来越想去上 但是上个星期 这个星期一又错过了 很可惜 然后同学之间的互动也多起来了 其中有一个同学叫做Max 他挺主动的跟大家交换了 那个流了email 然后发了email给大家 大家都觉得他做这件事情 做得特别棒 然后就互动了起来 之前的几节课 大家都相对个别 比较主动的同学会互相打招呼 聊天 但有蛮多人都是 可能跟我一样就不是很主动 但是有了这次 大家通过email来去联络的话 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互动 会有一些 课外的一些互动吧 这样挺好的 很期待 最近我店里的活也比较多 因为年底很多人寄东西 寄到寄回中国 所以的话也是特别忙 每一天晚上都加班 然后我的店员的话 他也有家里有事情 所以只能上班天 所以的话我就基本上 没有时间去剪这个片子 然后好多就是多数时间都待在店里 就是晚上也要继续做一些打包啊 一些就弄到10点钟 11点钟 12点钟都有 所以最近就确实比较忙一点 然后这次那个被盗哈 进我的门店被盗的也挺有意思的 他就偷走了五个包裹 那五个包裹的话 还有两个我朋友的袋子 其实说实话都不是很值钱 其中有一两个包裹 还有我朋友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说很值钱 但是相对重要一点 其他客人的东西都比较便宜 所以我这都一一要赔给他们 所以这些盗贼的话 其实也蛮可恶的 那事实上他没有偷到什么东西 但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是挺麻烦的 影响挺大 就是心情影响吧 然后有一些东西损失 你是耽误时间 或者说是买不回来的东西 虽然不贵 大家不管是家里还是有电啊 办公室啊 年底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保 就是要 这些保险啊 还有安保的系统啊 各方面啊 不要随便放一些贵重的东西 在店里啊 或者办公室啊 家里啊 这都很重要 以防损失 对提醒一下大家 刚刚上网课 今天我终于上上去了 上了上台 然后面对所有的同学 因为上次就是上周的话 我就想星期一 我应该会上去 然后这次的话 旁边的同学也在指的我爱 他他他 然后后来 我就总体来说 就是越来越 comfortable 就是觉得没有多少问题了 所以就 你就时间 差不多就上去了 然后分享了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 就是关于表演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嘛 嗯 五六岁的时候就在家里表演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什么怕的 一直到初中 也在班级上 呃 班上呃 表演 然后到了后来就没有了 没在表演 然后就更倾向于那个 就是其他方面摄影啊 美术啊 这些东西 就是不需要站在人的面前 可能我不知道是 我也说不好什么原因 当时我高考的时候 我还 我是去考美术 但是我有个念头 一闪而过 就是想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但是确实是没有自信 没有胆量 所以当时就 呃 也 也 基本上不太可能 也没有做到 然后一直 接着所有 剩下的时间在 呃 学习美术 学习摄影 然后看电影 喜欢电影 然后后来毕业出来 做广告 然后接触一些广告的拍摄 之类的 然后再到 呃 慢慢 一路弯曲折过来的话 最后 到了这边 大概前年开始 去年前年开始 才实现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延时的 延迟的一个行动 我所要做的都是在 其实我20年前就想 呃 更久以前就想过 而且要想要做的 但最后都是拖持了 延迟了这么久才去做 不过最终呢 还是去做了 现在我也在 一直会有机会去表演 然后争取更多的表演机会 然后同时也在上课 我想上课肯定 肯定对我有更大的帮助 会帮助我 获得更多机会 以及提高我本身自身嘛 所以我 到了中年 四十几岁了 才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梦想 然后再为梦想而 呃 去 一步一步的再走 嗯 所以他老师问我有什么梦想 我说我没有大的梦想 我只是希望 有更多的机会 去演出 去拍戏 这样就是我的 我觉得这就是 最实在的 今天的同学当中的分享的话 好几个同学就是 他们家 他们那个家族啊 就是在这个好莱坞 这个里 就说这个成熟 就是好莱坞的 有名的一些 电影人 有一些是编剧啊 有一些像有一个 今天来分享的一个同学 他是 他的亲戚 他的谁 他的 嗯 我忘了 是他的亲戚哪个 是跟那个 Yellowstone那个片子 就那个Kevin Cosnell 啊 是 啊 他们也 他好像也演了里面的 啊 角色 然后他亲 他他他他他也有亲戚在里面是 一些 一些相关的演员和一些 呃 导演呃 呃 casting嘛 或者是producer之类的 riders 我忘了 啊 还有就 今天老师说着说着讲到 Morgan Freeman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 打给Morgan Freeman 呃 但结果是Morgan Freeman没有接电话 哈哈哈 我想可能Morgan Freeman也知道 他那个老师将 呃 Raskin打给他的话 估计是在课档上想要跟同学说什么 估计看到他名字也不想接 也也有可能 或者说他们交情也未必那么好 哈哈哈 我只是下猜 但是如果哪一天他邀请了哪个guest special guest 像这种我崇拜的好演员来的话 那是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希望有有有有这样的机会 啊 对 有另外几个同学也是有这样的一些 电影的背景的 就是家里有这种背景了 有一些 有好几个同学就是 啊 对这些老电影的话 如数家珍啊 就是特别清楚啊 Tom Hanks拍完什么片子的第二个片子 又是什么时间 都一下说得很清楚 导演啊 那他们真的是对电影的学习研究 还是很很认真的 有一次后 就是电影的学习研究 当然是对电影的学习研究 都有一些大家 他们看sal线的学习研究 其实跟主生 Alzheimer的学习研究 也有的话 但是不要忘了 但是其实是真正的 就是针灵的学习研究